大家好,今年秋天我和工程师都比较忙 好不容易在感恩节的时候,有机会休息几天,我们就决定外出走一走 因为不想走得太远,我们选择在离多伦多一个多小时的Aurelia小镇住一个晚上 Aurelia是一座坐落在Simka湖和Kochisin湖之间的小城 它离多伦多只有一个多小时的车城 上一次我们来Aurelia小镇,还是疫情之前 和加拿大其他的大部分小镇一样 每到星期六小镇的中心都会有农贸市场 翻看了一下以前的视频,那时候我们来的时候农贸市场非常热闹 周末还有各种活动 这个是之前农贸市场的视频 除了卖一些菜和农副产品,还有一些手工制品 夏天的小镇非常的热闹,各种各样的活动 这是一个非洲的舞蹈团体在表演 这次我们来也许是季节的原因,也许是其他的原因 感觉农贸市场非常的冷清 不过美丽的小镇依然美丽 这个是小镇上的剧院 街上我们喜欢的小店变化很大 我们还特意找了一下 比如这个是之前的视频 有一家我非常喜欢的小店 我给它起名叫青蛙小店 其实这是一家礼品店 但是它们卖特别多不同造型的青蛙 很有意思,可惜这家店已经不见了 另外这一家做各种各样不同木头桌面的店 我们还曾经想过要买一张别致的小桌子 可是这家店也已经无影无踪了 市中西有一家九户盛名的点心店 每次去都是非常的拥挤 点心是典型的美美特色 非常非常的甜,价格也不便宜 我们去的时候刚好是秋天 感恩节之前很多有秋天特色的点心都摆放出来了 特别是有一些苹果派、南瓜派 都是非常有感恩节特色的点心 不过这家店现在除了卖甜点 也卖一些当地生产的瓶装腌浸蔬菜 另外还有当地农场生产的一些果酱 看看这些甜点,一看就是非常北美特色的 非常非常甜的那种 除了点心和面包 他们现在也卖一些有当地特色的小礼品 非常吃惊的发现 他们居然也卖T恤衫 当然还有这些包装好的礼品 如果你想买一杯咖啡 买一个小点心坐下来吃 可以在后头找到做的地方 桌椅板凳挺有特色的 而且他们的这个装饰 我觉得也还是挺有特色的 几年没来 这家店变化还是挺大的 看起来他们的老板挺有商业头脑 礼品逐渐多了起来 好像点心的花样并没有变得更多 我每次来都到他们地下一层的小店看一看 这里经常能淘到很多很有特色的小商品 特别是厨房用品 这次看到的是他们居然有卖Tiffany的灯具 我虽然很喜欢 但是价格实在是太贵了 这个地下一层的小店虽然非常的小 不过走走看看还是挺过瘾的 我真的还是挺喜欢这里的 湖边夏天的时候人很多 也有很多家庭在这里聚会 孩子们都特别喜欢湖边公园里的小火车 当然这个都是之前的视频 现在公园正在维修 这些都已经停运了 湖边公园也曾经有一艘湖上的游览船 当然现在也是停业了 希望明年能看到更美丽的景色 Aurelia小镇上的图书馆 还是一如既往的吸引着我 虽然加拿大各个地方的图书馆都是很不错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这一家好像有一点特别的吸引着我 这里有不少电影的西地 上头都写的是新电影 当然如果你要找一些比较经典的电影 在这里还是可以找到的 走在图书馆安静的走廊 我就想等我真的彻底想要躺平的时候 一定每天都要到图书馆去 找一个安静的角落 读读自己喜欢的书 享受一下安静 多伦多的很多图书馆 其实是可以找到不少中文书的 当然也可以找到其他不同语言的各种书 马上就要到Halloween了 出来的时候看到一户人家的布置 觉得特别的有特色 大家一定都去过赌场吧 Casino Rama就在离Aurelia小镇15分钟车程的地方 从图书馆出来我就突发奇想和工程师说 我们去赌场看看 记得之前去拉斯维加斯 每天起床以后总是和工程师说 我们的早餐呢 工程师就拿着五块钱到酒店楼下的赌场里 过一会儿就拿回我们的早餐钱了 工程师是个手气比较好的人 我就从来没在赌场赢过钱 记得之前这里的赌场里总是挤满了人 停车场也经常是一味难求 也许我们去的时间不对 巨大的停车场没有什么车 不过赌场的酒店看起来非常的繁忙 check in的人很多 赌场酒店的装饰非常的加拿大 巨大的原木装饰 让你有回归自然的那种踏实的舒服感 酒店里有一小块地方养了不少绿植 即便在非常寒冷的冬天 这里还是能看到绿色的 进到赌场内部是不能照相的 我们一人办了一张会员卡 赌场免费送了我们一人五块钱的赌资 不过这次手气不好很快就都还给赌场了 本来想在赌场吃一顿午餐 记得之前赌场的自助餐既便宜又丰盛 在餐厅门口看了一下价格有点贵 看了网上的评价好像也是一般 决定不吃吧 路边找了一家Tim Hortons 简单吃了点午饭 这趟小旅行的目的是休闲放松 吃过午饭 我们就进找了一个trier走了走 到底是秋天了? 加拿大的秋天真的是处处都是美景 trier设计的很好 入口的标识很清楚 五种不同的颜色 代表这里有五条不同的trier 惊喜的是安静的树林里空气清新 人非常的少 只有我们它在树叶上的沙沙声 绿色的林子里有着安静的翠绿 夹杂着一点点秋天的红色和黄色 实在是太让人喜欢了 在每个拐角的地方都有很明显的指示牌 你尽可以安安心心的跟着指示牌走 一定不会走错的 终于走到了这条小路的最高点 山顶因为光照好 很多叶子已经开始变红变黄了 什么叫做这山望着那山高 真的是有体会 在这个山顶远远的望出去 看到远处山上的绚丽秋色 没有走到那里有一点遗憾 因为我们出门的时候天气预报说会有一整天的雨 所以没有计划走得太远 我安慰自己枫叶年年都可以看到 明年再来 我们这次出行预定的是一家LBNB LBNB和BNB有什么差别 我还专门在网上查了一下 因为上次有朋友指出我说的不对 根据资料,我理解B&B指的是我们通常说的Bed and Breakfast 就是除了住宿以外还提供一顿免费的早餐 B&B的房东通常是和旅客住在同一栋房子里 或者说是住在附近不远的地方 如果你的住宿多于一天,他们通常还提供房间和卫生间的清理 而LBNB通常是没有房东住在里面的 当然我说的不是绝对的,有时候也会有房东住在里面 Check-in的时候会给你密码,自住入住 在住宿期间,除非你要求 一般不再提供房间和卫生间的清理 价格上也相对的便宜一点 当然现在这两种住宿方式都越来越有趋于一致的感觉 有些LBNB也开始提供早餐 大部分的LBNB你可以自己做饭 这个合适于那些比较挑剔的朋友 而且价格确确实实也会便宜很多,不用在外面吃饭 房东有时候会提供一些免费的咖啡和茶 而且锅碗瓢盆、刀、插勺都是挺全的 这里的空间也够大 如果一家人租住的话可能是会很舒服的地方 自己做饭也有足够的地方吃饭 我们这次预定的LBNB最喜欢的是它明亮宽敞的大客厅 阳光下,这座位于湖边的房子非常明亮温暖 从窗户看出去,湖面上波光淋淋 可惜天气有点凉了,夏天的时候应该也是一个划船的好地方 我看到房东的院子里也有船 进门的地方也有准备好的救生衣 可能感恩节是一个重要的家庭节日 大家习惯上都是回家过节,所以很幸运 虽然这里有四间客房能住七八个人 但是那一天只有我们两个人,享受着难得的安静时光 我们坐在温暖明亮的大厅里 喝点茶吃点水果,看夕阳西夏很惬意 可能还是会有朋友问我LBNB的地址 我会把预定的网址放在视频下方的文字处供大家参考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联系房东 第二天早起虽然下着毛毛雨,我们还是冒雨 在安静的湖边走着走 细雨萌萌中,看着烟雾迷蒙的湖水 带着雨水可是还依然通红的枫叶 那一刻真觉得静谧中的整个世界都美好极了 好了,今天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